好 选了一手鳄鱼 先吻一下这个上单的对线 当然了 后织选手也是可以用鳄鱼去中单的 这里苏宁也想拿一手比较稳定的C位 打烈的大招 包括牛头 都是可以在团战中去扛 最终选择了一个更加稳定的奥利安娜 本场BO3是由Rita和王多多为您带来的直播评说 一开始 扫粉在野区想先掳 后织一趟 是的 但后续的话 看到了Harry只能往中路赶来 有惩戒的情况下 应该这个和谐是不太可能被过来的Hara和抢掉 最后是稳稳交出惩戒 这边还要黏着你打一套一阵拍晕 烫一套伤害 Harry选了一点第二将闪戒跟闪直接杀了 拿到医血 是啊 而且下半区 同时牛头一阵两个线保一下Betty 这波牛头也把自己的闪线给打了出来 并没有特别上头 要看下一个红度W 就是这里了 上来了 但是这个严肚感觉不太好接 严肚不好接 其实并没有更多东西要杀 所以Hara选择还是来上路主要有机会 因为他知道下半远区不好去打 牛头再打下一阵二 二连起来 挂了个点燃 但是后续的伤害 看一下能不能跟到呢 QG呢 但EZ是没有六级的 没有办法跟上精准弹幕 是的 差一次 但是这波血量打得还是不错的 要看EZ我感觉是两个兵到六级 会不会打两个兵到六级 但是这边 这个讨厌的乌地儿来了 回去了 对 就辅助在中路 这个位置又拦到了Hara 这个小走位 闪现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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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现刚才一个半厘米的走位 走过了这个沿途 又把人头给拿到 还有继续回野区 哎呦 他好细节 他们没被看见 问题是 减速一下 但是被拍晕了 这要闪现 那这边直接要先手到 RW的几个队友了 就打了辅助一套 如果直接闪现加一接W 还两个 卡牌总算是大招落地 但是也给予不了对手 队友 而且Sofen现在就一个人 是吧 一服当关卡在你的野区 让你回家都回不了 这太皮了 仿佛让我们看到 在世界赛的时候 那个皇子一样 就守着自己队友 去推塔就可以了 对 先进攻一段 然后Sofen 他就一直在旁边 给压面大招 大招拉完 牛头想卖掉自己了 只能 对的 这不要保一下队友吧 至少顶上去再说 是 哎 在找人 看到牛鱼小过来 先打你一趟 卡牌感觉也不太好去落啊 落在中路线上了 落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入口至少是比较狭窄 但是Sofen又是一马当先 先给扶住一手 而且冰的位置其实还不错 而且怒气也可以 这波再往前走的话 可能就要碰到那儿了 已经要碰到那儿了 之前已经秒杀了打野塔利亚 蓝色方的阵心被完全地分割 赵太郎也落单了 虽然说进化解了一手 但是自己还是要被连环地控制 红buff还能继续地粘他 两个人在追他 有一个跑得超快的刀粉 从那儿 后续也跟上 或者再也无路可走 而RW三个人想强行地抢一波 海克斯闪现过来牛头顶三个 Betty的输出位置不错 他想表示要先打小龙 但是小龙依旧是被稳中加稳的 糟本给逞下来了 哎呦这RW太难受了 自己放手一波 想抢掉龙都没能成功 龙掉了之后后续 Betty的一个位置也比较的尴尬 没想抓一手阿兵 Betty在勾一 看到纳尔过来 逃了有三个人 这个纳尔好热啊 EZ再唱一个大招 居然这都没杀到阿兵 很伤害啊 后来落一台 踩到了前排两个人 幻风在后面直接输出拉满 先找一手EZ EZ已经成功地被秒了 而另一边Ziff想去年下 后排的EZ 二段一起呢 带他迎接他的 只有四个人的围水堵截 纳尔拿到这个人头 而镜头一切 来到屏幕的左侧 Sovun也对后排 进行了一波屠杀 将塔利亚给带走 那11比0的分差 苏妮可能要直接 带着大龙buff 结束掉这场比赛了 是的 大龙要一波了 甚至小排还带着队友一起 堵在泉水 要进一步去干扰 RW的防守 那我们恭喜苏妮 在第一场比赛中 26分钟非常轻松地 将比赛拿下 1比0暂时领先对手RW 是的 这场比赛其实在阵容选完的时候 我们当时有进行一些料想 我们会觉得RW 可能在早期的节奏方面 由他们会稍微掌控一些 尤其是他们中 也是两个节奏点 这场比赛的话 苏妮也是您的相对来说 比较轻松的 地图资源全都拿到的 一个情况下 这场比赛经济的曲线 也是一路被拉开 这场比赛的MVP 我们看看 感觉是乌迪尔 这场比赛好像 就声音太大了 好吧 这个打野 是的 死哥 锁了 那这场对RW来说 没有AP了呀 左边直接来手中单孟严 孟严加死哥 这直接是大招流组合出来了 我记得最不好 要拿过 这赛季 对 加辽 那加辽中单 杰斯 摇距 上路达纳尔 求同辅助 这人还叫了 人就一起过来 两边上单也过来了 有可能是双方 一波三V三的 先拉 想打一套加辽 加辽可能要瞬间被秒了 而另一边想转火一下 招粉 招粉招一波闪现 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加辽已经率先倒在地上 这边招粉觉得 自己也跑不在 什么原地等死 并用自己死后 再进行输出 但是人马已经一步DW 前期是阿德鲁打转了 四哥总算是刷到了六级 他赢面要撞上的是 阿德鲁的反野双人组 而且加辽也过来了 我们这样是三个人 要报价一下 招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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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要死了 人头看给谁 人马一个就竟能将其收掉 四哥很生气地唱下一首大招 吸了一口黑暗收割 对了 判松现在也是抵达六级 两边的辅助 因为游走比较多 都是武器半 突然想闪现去开一波 枪挑了一下Betty Betty被大招跟上 在斩落马下 这不当着你的面 找了一波机会 双招都交了 还是直接倒 这本的RW 先出一波兵线 镜头转到上路 这里阿斌 也是首当其冲 又是人马的一波节奏 四杠零开局的人马 再看这里 人马哪怕是踏着一个 蓝色方的视野过来 都能够去找到阿斌 这不这不 敲的一个位置也很好 刚好接上了人马这一角 是 但这场其实他在抗压方面 已经做得不错了 说到抗压又来一波 刚好这个小纳尔 恐怕是无法变大的 直接一脚踢过来 再接家聊的英雄登场 虽然说没震起 但是人头 抱着表示 我还是要吃一个的 一雪塔的抢夺 最后一层 这个肚层一雪塔 感觉好像是卡在这边 点得要稍快一点 这边是两个人 看看情况 怎么说 人多力量大 还是有红色猫的阿斌 优势的情况下 两个人 还就是比一个人 要更加的能感 这个两边想争夺一下 野区的一个视野 但是对于苏宁来说的话 这个阵型并不是特别好 看到此个位置了 看看家里要什么时候落大 他第一时间没有落大 第二时间落出来 先要打出来一个辅助 两个人转火这个乌宁 但是被辅助反手一心 吸到这两个人 此刻上个大招 这个最肥的哈务肯定要死的 反正只有卡莎 达到这个700块的人头 杰斯反手给了安州一炮 要不要仓雄之力 这样刚好 这边那先拍大招 再一个W 完全地在原地罚站 而这里 家聊的一波竞争 配合着竞争的Betty Betty想打过收割吧 闭门的成功 小宝说到两个人 来自己恐怕又有点危险 在走空 出来的一个位置 看到了安州 但这一波的话 毕竟是一个小龙的争夺 所以两边又继续围绕 在下半区 是 但是有一些不同的是 卡莎在上一场团战中 是收获了三个人头 对的 收集者也猫了出来 战力是有个很大的提升的 但依然现在哈务 在后方还是能给很大压力的 而且小炮这波 应该是没有回家的 所以是没有补装 他现在是很干的一件装 小龙刷了 Betty先把龙打出来 怎么说 其实一炮 这个位置是把刀本的血量 打得有点低 而且死哥现在 大招似乎是没有赚好 绕后的有一手辅助 孟严直接关灯 但是人马已经盯上了 这个辅助锐 辅助现在位置并不是很好 蓝串方表示先 急火这个小龙 阿斌跳上去 但人马直接冲撞后排 瞬间拿龙再收死哥 人马自己恐怕也要走 要比拼双方后排 这个收割的能力了 阿斌两个残险被堵在里面 现在似乎有点求出不得 加了一个精准的扣子 直接打死一个 大残一个 另一边杰斯在龙坑里面 把换风给捶了上去 而Betty穷追不舍 虽然有点红buff 但是距离似乎有一点点远 家里要在屏幕的左侧 也想追击残血的阿斌 但是也被阿斌逃出生天 而在中期在小龙方面的争夺 自己也是毫不含糊 这波主要是小龙拉出来之后 孟严的选择是 看到人马不在正面 选择先去打小龙 但是他有及时的赶到 此刻因为自己的血量太低了 当时的惩戒 与其说是焦枣了 不如说是焦出来 帮自己回一下血 这个位置主要是被拦在龙坑里面 想要出去也出不去 只能往外面走 是 要受到很多的一个伤害 这一波其实换风 已经把自己的速度拉满了 感觉仅仅是尝试一下 这不可能打到底的 这打到底感觉要出事 这出大事的 结束又是远距离 放回一下 人马直接过去 两千多的血线 全部进场 二选手在屏幕的左侧 可能要先行飞秒 一个大击头给炸过来 而紫哥把这个大招打了下来 高克死在了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位置 他就可以继续去做一个 AOE输出的 再唱一首大招 但是又有一手下辽的互断 这也把很多队友 抵挡住了紫哥这个大招 典误一下 这有一个撤退 这波直接逃动里面 选择回城 阿斌的一个位置 怎么说 弹下去 四秒钟的回城 能不能让他回成功呢 好像不太好回了 而且这波减速 但是正面还有加里奥 已经被打断了 那付出了上野两个人员的代价 最近是把这条大拢 给Rush了下来 这个时候14 突然想打一波先手 又是炸捕了一个阿斌 阿斌恐怕无法变大 瞬间备秒 孟严直接关灯 保住一手队友们 九筒也已经倒了 孟严这个时候 想去直接吃后排的Baggy 要被恐惧到了 但孟严自己的状态不好 卡莎这个时候 突然出进了后排 完成一波收割 他收掉了小炮 卡莎四块 扭转战局了 再说一个劫子 两个输出点都被他打掉 一波吹破坑的桃换风 哇 这波打了一个二换三 在这场团队中 突然突然实现了局势上的扭转 本身我还讲到 死哥没有大招 可能会成为 阿大队的一手利好消息 而按照这个落地的TP 也将战场完全的阻隔 保障队友 先拿小龙再留人 又是个体经破坏者 根本让架料飞不起来 两下将其击杀 这波人马的话 也只能是回撤去清兵嘛 虎龙 本身我们会觉得 死哥没有大招 似乎不太好 现在图形这里 还能先秒一个纳尔 感觉苏尼似乎是要爆炸了 如果进场 瑞尔士开到两个人 在聊原地精神之后 队友已经被分割了 好 这里 换风 瞅准时机 在梦魇 已经无力再战的情况下 自己深入后排 秒掉小炮 再杀杰斯 是的 哈尔 不太高兴 想再去 北翼了 但是这个位置 想冲一下换风 但是换风拉开了身位 哇 这波脱节 别了呀 纳尔和任玛打了一波互换 这不有点怪啊 现在对阿道瑞尔的问题 就是怎么能在台上开始的时候 先处理掉换风 这个卡莎 是 才有机会打赢这波团 孟严又是先刚刚 帮助卡莎 直接去找位置输出 卡莎已经先行秒断 一手杰斯 任玛直接到后排 造成了很大一波混乱 卡莎已经瞬间被秒了 这个哈尔 关键时候又是他站了出来 一个大招直接毁天灭地 纳尔强心一拍 但只能延缓自己的阵亡吗 两个人穷追不舍 再次有人马踢到他的脸上 人马还在继续地追他 应该再等一个Q几能 他被一了一下在塔下 但应该还是跑掉 这两个人 这里 也得收下嘛 这个位置想要留下人 换掉了人马之后 后续 变得状态不是很好了 带替跳了上来 那这样二塔 应该也是要被吹掉的 瑞尔这里打得很关键啊 现在其实就是 拼一波的一个爆发 看能不能换掉更多的人 我们再看这里 一开始卡莎的输出位置 非常不错 打掉一头杰斯 但是这几个人啊 太集中了 人马一个大招 全部恐惧 是 先是九筒的一个肚皮 再加上人马的进场 直接融化了苏宁的后排 但这段时间 应该是大龙要刷新的时间了 两边又面临着 一波5x5的团战 台府苏宁 看一下 察觉到了先篮个墙 但这个位置已经开龙了 已经在动了 那儿的怒气倒是不错 阿宁因为反动气 保持在60%左右 他是可以走在前面的 打大龙肯定不能真打 因为几个队位 都是要拉出来的 上面还有一手锐尔 如果点一手爆破果 这下就可能更不错 蓝色邦已经梦颜 先行开打了 绕后有一手锐尔 能开几个 直接开三个 卡扎的梦颜 直接双进场 双持后排 小包瞬间被秒 有蓝色邦 应该可以掌控到这个局势 此刻再落一手大招 看看啊 直接亮了一手TP 要断你的后 不让你回家 想留下 总统这位交易景呢 看一下能不能走呢 减速一下 表能恐惧到 但是似乎也不太好追了 蓝色邦表示 要转火这个大楼 再加上梦魇的一个关灯吧 所以这两手的一个配合 其实是很惊妙 那这一波 还要再打一波 是的 还想再尝试一下 还想再尝试 但是同时死哥 死哥大招也没好 这一会儿又是一个时间 死哥大招自己是没好的 想强行Rush吗 这一波 大招是比较一般 又关灯了 但是这次没有瑞尔的绕后了 表示我关灯Rush大龙 安妇陈骚 我的天 这一波安妇陈骚 就不上兵法了 凤轩人马 再度进一波后盘 卡莎结一个大招 虚空到左边 卡莎的输出位置非常良好 看下了两个人头 战场就完全由他一个人所掌控 卡莎一波Dabok 带着两个队友 要追击后续的弹局 而另一边只剩下野斧 这位子感觉决动很难走了 被黏上之后 剩下Haro一个人 只剩人马一个人 这一波 RW再次为对手做了嫁衣 是的 大卫包二换四盘 依然坚挺 好 就是这里 表面上没有瑞尔的绕后 实际上我直接 骑袭你的乌朝大营 好家伙 把大龙拿下之后 我们看到卡莎 调整到位置 又是可以先行 切掉对手的后盘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那个只要 就辅助能够把团开起来 辅助后那人把团开起来 其实卡莎包括孟 也能跟团的位置是很远的 两个大炮车 杰斯先打掉一个阿兵 百分之九十的怒气 是的 正面的话 就守着炮车点一点 高地塔 中路的兵线马上也要过来了 是啊 最后大龙Buff的十秒钟 再续一波兵线上来 有可能足以想一鼓作气 推掉这一路的 大龙大龙一声 不错 可能中间秒权 一个摆得第一条命 阿兵直接去到后排 这个瑞尔吸附能力太强了 一个纠结黑洞吸盗的所有人 卡莎再次清理战场 他疯狂的输出 抗换风在屏幕的正上方 已经点掉了三个人 再点一个 有机会拿一波自杀 最后只剩下一手Zip 卡莎跟上产现 一个夸抓Q的卡莎 将这个比赛完全完全地接管下来 是的 中路的B线也已经进来 两座门压塔直接可以推掉 哇 我们要恭喜苏宁 在这场面对RW的 BO3中2比0 拿下比赛在第二局中 完成翻盘 这场比赛其实我觉得 对于苏宁来讲啊 是一次翻盘 而对RW来讲 其实在一个成绩 或者说状态较弱的情况下 能够在前中期 打出如此不错的一个优势 也要把掌声送给RW的小伙子 这场输出方面 幻风是打了全场的最高 两万七千的输出 苏宁虽然前中期过得并不是很好 团战也总是可能第一个被秒 但是他打的输出还是很高的 对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最后只给到了幻风的 卡莎 17-2的华丽数据 这场比赛的参团率也是来到了 92% 以及上海占比来到了全队的30% 上海转换率也是非常高的 136.3% 好的各位 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 我是主持人刘航 首先我们要恭喜苏宁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来到我们赛后采访区的嘉宾 是苏宁的上单选手 兵 欢迎兵 来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苏宁站的上单兵 欢迎兵 第一个问题 今天赢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也是队伍拿到了目前是四连胜 想问一下兵 你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 你们已经找回了队伍之前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状态相比于年前就是好了很多吧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的 我们以后状态就会越来越好 状态有所提升 但是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当然我们也期待状态越来越好的苏宁在后面更加精彩的表现 再聊聊今天的比赛 今天你们在第一局的时候 在BP这个方面是给到了很多的班位 给对面的打野位 这是出于怎样的一个考虑呢 这主要我们赛应组觉得 对面就比较能低的话就打野吧 然后加上那种AP打英雄 就是很容易很容易开尔 然后我们就针对上他们打野 还是对对面的打法和特点研究的比较透彻 那第一局其实在龙魂团的时候 你有一波绕后在草丛里面的敦服 那一波也是做得非常的关键 其实你之前也是奉献过非常多的 这个精彩的绕后敦服这样的操作 很想问一下兵是怎么样做到 这个每一次都能有很好的这种绕后或者敦服的 有没有什么小的经验或者技巧分享给大家的 主要的话就是多看小细图 然后带扫描多看对面人的位置 然后找到这种没有人的地方去蹲的 多看小地图 要带好扫描做好视野 非常的关键 那今天的第二局 你们是在最后锁下了死哥加上梦魇 这样的一个中野的组合 第二局最后这样的一个选择 是出于怎样的一个战略上的考虑呢 就主要我们新赛以后 念这个阵容吧 然后比赛的话就想念一下新阵容 就选择了 尝试一下新的阵容 其实我们也会发现 这个赛季苏林也一直不断地在尝试拿一些新的阵容 新的打法 我觉得这样的这种自信和勇敢也值得肯定的 那下一个问题 今天其实第二局比赛 你们前期是有一定的劣势的 21分钟左右 那波Rush大龙应该说非常的果断 当时那波Rush大龙是谁做的决策 你们当时队伍内部是怎么样去考虑和沟通的 大部分的话就是我们越是越大了 然后我们阵容就是比较平常打团的阵容 然后不打团其实也没有什么机会赢 然后我们这种其实打大龙挺快的 然后Sofen就做出判断 让我们去去Rush大龙 然后拼尘阶 这样拼的话是有机会赢的 主要是Sofen在那一波做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决策 那其实我有注意到信息嘛 就是Fury他是在年后又重新回归到了教练组加入了你们 很想问一下 你觉得Fury回归之后对你们做出了哪些方面的调整 觉得他回归之后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觉得Fury主将的话就是主要就是 就让我们下落的实力会增加很多 因为他有很多经验 然后分下给我们下落的 比如说复盘的时候 或者比赛完就会叫我们下落 就会指出他们做的不好的这种地方 然后让我们下落就可以可快的进步吧 重点是给到了下落很多的指导和帮助 的确通过今天的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下落无论是换风还是昂的表现 也都非常非常的出色 那最后的一个问题 下一场比赛我们苏宁要对上的对手是要做客到西安WE的主场 很想问一下 冰下一场要对上WE 因为他们今年也有这不错的表现 你怎么看下一场跟WE之间的交手和对抗呢 下一场的话就是比较关键的马队我们来说 然后我们也是都很想赢下WE 所以我们下一场就是会尽全力准备的 全力以赴 我们也期待下一场苏宁对上WE强强交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再次感谢冰介绍我们的采访 也恭喜苏宁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让我们把画面交换给杰说喜